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81岁了 叫加尔文什么特里林呢 加尔文特里林在纽约课上写了一个诗 你可以说是打油诗 讲这个中国菜 但是没想到呢 引起这个轩然大波 我先给你把这个诗啊 给你简单看一看 我觉得也挺可乐的 它里边它也有用焦虑 就是说中国有这么多个省啊 一个省有一个菜啊 说你们有完没完 它是这种感觉 过去咱们对中 我估计美国人对中餐 就是什么感觉 春卷啊 鱼香肉丝啊 可能就是这 做中肠鸡啊 实际本身现在可能也是中餐的这个品类 在美国越来越多了 所以呢 就出来这么一首诗 全诗啊 是这样的 咱们可以看一下啊 它们的省份到底有完没完 如果没完的话 我们就要发愁了 很久以前我们只有广东菜 很久以前我们很容易知足 可是后来四川菜来了 广东菜就有点过时了 这个 然后来的是上海菜 我们戳起了小龙汤包 再然后是毛泽东的家乡湖南 带着他们的菜来了 我们以为差不多就这样了 然后又有一个新的省份来了 福建 再之后 没有吃过维吾尔菜的人都不怎么招人待见了 然后陕西的西安菜又声名雀起了 还有其他的省份了 说太多了 我数不过来 每当新的身份出现都会制造紧张 增加我们的担忧 每次我们发现一个新的地方 背后是不是都藏着一个全新的省份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怀念 我承认那些只有炒面而没有紧张的简单日子 那时我们不需要面对新的威胁 来自我们从没见到过的省份 在西藏附近是不是也藏着一个省份 他们的省份到底有完没完 你看 您先说 你们两位听到这诗的感触是什么 我的感触很有限 就美国老土 美国的这个美国土便 这个和中国人一样 中国人说西餐怎么能吃呢 是不是 肯德基 这个外当劳 顶多加上披萨 那就是西餐嘛 这个西餐有什么好吃的 你这不是一个中国老土吗 他那说 哎呦中国这还了得嘛 那么一个省一个省都吃下去 这样你吃了呀 是不是 这美国老土 您看这是你的感触 就是我给您报告一下 他这篇是打油 是发出来之后呢 先是这个美国有这个华裔的这个人士 是 开始就批判 说这个里边流露出啊 对正在崛起的中国的这种恐惧 你看这种心理 说他们又一个省份出来了 又一个省份出来了 他就表达了 他认为表表现了歧视 于是呢 其实我发现连美国的白人也爱聊歧视 于是就跟着啊 不光是华裔了 连美国的很多就据说是知识分子啊 也写文章说这个价文 就说这个文章里边表现了你的这种焦虑 你的对中国的这种担忧 你的这种等等就上纲上线很多种评论 但是到后来呢 这老头就自个说 原来他的风格啊 就是写这种打油诗 他就说我过去还写过什么 法国菜怎么这么的复杂 法国菜这个的 那法国人也没说我在攻击或者面试法国 你了解这老头吗 我我见过他 嘿那就早跟你说说 他他是犹太人 美国很著名的一个作家 他他写美食 呃是向来是这种幽默 法的就是打油诗的 但是他也写很多这个就是严肃的作品 我见的是因为他就是我的第一本英文书的出版人呢 和他是好朋友 也是犹太人 所以我这个出书的时候 他们就请到大家一起吃了个饭 然后他当时还送了我一本书 这这已经得二十多年前了 我一看那书写的真挺好 写一个美国人什么他的大学同学 大家都以为他将来要当总统 结果他得了忧郁症什么各种问题就自杀了 写的非常好啊 我当时还没不知道他是美食家 后来我就发现他其实就是写这些严肃作品之余 他要出点调侃轻松的 他就开始写一些美食美食专栏 越写越有名 最后就出了好几本出了好几本这种书 犹太人呢有一个特点 因为我住在纽约时间长了 周围都是犹太人 就尤其是文化界的 他们特别喜欢吃中餐 对就说这老头整天骑着自行车 跑到这个这个唐人街那边 他爱吃中餐 因为犹太人自己 我有一个北京的发小子就就嫁了一个犹太人 犹太人他他就跟我说我们实在没什么好吃的 我就现在娶了一中国老婆天天在家吃中国菜 我太想服了 然后呢犹太人呢 他因为可能他有很多讲究 你听说这种什么叫coucher 就跟他们的清真似的 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什么的安息日还不能起火 就很多的他就很多限制呢 他就经常我觉得啊就纽约去唐人街又物美价廉 他觉得特别好吃 但是那时候的确多年就是我刚去中国的时候 八十年代留学生的时候 我那时候穷的一叮当响 夏天我在中餐馆打工 就那几样菜我都全会炒了 你知道那大厨睡午觉的时候全是我长熟 他就是什么佐曾汤鸡你刚才甜酸肉什么芙蓉鸡 就那几样全是一样的 大家就都吃而且都美活化了 可是你想这几全球化这几十年 这什么劲头啊 就各省的人去大厨什么全都去了 就这个老头啊 他叫Kevin Trilling 他以前不仅打取过法国菜 他写过很捧中国菜的这个文章 就比如说他写过一个什么湖南厨 做香菜特别有名 这个人不仅手艺绝强 高强 据说是在中国大使馆里面来做菜的 后来还给胡锦涛访美的时候做过菜 他就是有这么一批狂热的美国粉丝追他 他的名菜是干鞭茄子 然后这人呢 就Kevin Trilling说他还神出鬼没 就不能让你们就特别摆那种大盘范 他刚在这做了一道菜 把所有粉丝从好多州赶来吃他这个菜 他又没有了这人 又到另外一轴又开去了 就玩这范儿就开了好多馆子 所以我说的就是不仅我见这个老头的时候 那感觉是一个很和善 就是一个大书辈的那种特别就是喜欢中餐 然后很幽默 这绝对不是这种 所以这个里边就涉及到一种就是说在怎么样的情况下会冒犯人 你比如说您也是写东西的 您说这个人说话 其实我觉得王老说话水平最高了 对吧 这就是说怎么能让人 这到底是应该写的人注意还是应该听的人开阔下 我再说一个我第一次去美国很早了 1980年 是吧 离现在已经46年 80 不是36 36年了 36年呢 我们一块参加那个爱荷华的那个大学的写作安排 台湾的一个同行呢 是诗人 他叫吴胜 胜就是上边一个日子 底下一个城字的那个 吴胜 吴胜呢 他有一首诗 叫《早自习》 他就讽刺啊 说台湾的学生啊 其实现在大多的学生也一样 早上你起来吧 他六七点钟 就都那念上英语了 然后他里边就说 说我们中文的这么好 这么清晰 这么好听 而要念那个 拖泥带水 这年年乎乎 说也说不清楚 掰也掰不清楚的那个英语 干什么 然后 有一次 大家一块就交流吧 就是 你有 如果你的作品有英语 一本 那么就拿出来 这首诗呢 就是由 念华凌女士的先生啊 Paul Angle 他来朗诵 他念叨这个英文 拖泥带水 黏黏乎乎 乱七八糟 再越念越不清楚的说 他笑得直不起腰来 全场的懂英语的人 到那儿嘻嘻嘎嘎的笑 没有一个人生气 没有一个人认为这个是歧视 英语 也没有一个人认为这个 吴胜呢 他会掀起中国的反美 反英的 反英民族的这个意思 我是觉得不必太重视这个事 对啊 我倒是有一个好奇 但是他们不习惯于中国的发展 这是真的 嗯嗯嗯 为什么呢 1993年的时候 94年的时候 我去美国 一个美国的家庭妇女 就跟我说 说中国13亿人呢 过去13亿人呢 好像不怎么样 现在都在那儿工作 都在那儿work 对啊 您说王先生 您想想13亿人在work 多可怕呀 我们就该带了 是吧 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说要有13亿人都不work 也很可怕 都在那儿挨饿 等着你救去 我说您觉得那个不可怕吗 哎 他说这我没想过 你讲的有理 有13亿人都不work 干嘛吗 没错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他是对美国老土 嗯 他只知道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他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大国 还有人多的 还有省多的 嗯 还有菜多的 是吧 还有还有都work的 或者都不好好work的 他不知道 哎 你觉得他是不是有没有表现出 他对 你随着现在中国在国际上 这种影响越来越大呀 对 自然我想你作为一个信息接受者呀 对 你会不会 比如说我要是作为一个美国人 我会感觉到耳濡目染的 来自中国的信息越来越多 对对对 这种对信息的这种袭击上面啊 对 人会不会产生一种 有焦虑是肯定的 他会感觉比较复杂 甚至我猜测啊 就包括像Calvin Trilling这种 他应该是个作家文化 他不会是那种 蓝领的说我的饭碗就会被中国人抢走了 他没有这种直接的生存上的担忧 但是他会从一个 就是说我是一个大国 一直在领先的一个大国 对吧 在这个意义上 他从比如说 他们也有精英嘛 对吧 他文化精英总是要从一个国家的地位上来想 他这么一想的时候 我觉得他是会有焦虑的 或者会有威胁感 所以种种这种中国威胁论呀 什么才会有市场 像特朗普这种 然后所以呢 这些少数的族裔呢 比如说这些亚裔呀 什么Latino 这些拉美的 才会觉得 我现在有必要 要让他们不太焦虑 或者我要反驳他们 你知道吗 所以他就会有这种反应 其实很僵硬嘛 这个人是在以一种幽默的 他本人又是一个美食家嘛 他的确是 他不是真的用这件事来说 他的那个 确实是个轻松的玩笑 对 但这也像人们说的 所有玩笑后头 也都有点不连不假的意思 是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也像人们说的 而且正好当着你们两位都是作家 我最近老在考虑一个语境的问题 因为你看 我也是个很糟糕的主持人 我自己检讨我自己 我犯很多错误的时候 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搞不准这个语境 你比方说枪枪三人行 这聊了18年 就是你看 他有一种跟熟人聊天 这个出言无忌 这个虾瓶虾斗的这个习惯 但是我每每发现 我经常犯错误的地方是 我把这种习惯要是带到了另一个场合 另一些比如说陌生人的身边 马上就显得非常不得体 就是冒犯 就是难堪 所以我觉得这种问题是不是 不至于 不至于 不至于是吗 我应该表现了你的焦虑 这是常态 这个枪枪三人营的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大家计时说 临时说 而且几乎是没有什么准备的 对 而且是就是保持完全原风貌的 您要想抹去错误的不很容易吗 你是不是 您录两个小时 然后编出十五分钟来 巨巨猪鸡 你这是我的解药 我是从这个地方联想到 就是你看很多时候都是 包括这个老头 当你介绍了他 就是我们缺乏了解 对 当你介绍了他 他一直是写这种美食打油诗的 对 了解他 你看你认识他 你不会觉得他冒犯了你 对 但是很多时候 你比如说 你像你们两位 我也很好奇 您是这个 在那么多国家去过 你也是在美国住 你们有没有过 作为一个中国人 感觉到被外国人的某言某行啊 冒犯过 或者您有点计较 有没有这种记忆 棘手 棘手 他上哪儿冒犯我去 没有那个 没有 我没有这种感觉 有的话 他有都是他不了解 您是都是尊敬您了 有时候他不了解你 因为这个都是相互的 对 就拿吃饭来说 那么中国人对这西餐 表示不感兴趣的 太多了 这有什么关系啊 那你像爱卿先生 是不是啊 他 有一次去法国时间长一点 他回来就讲 说我这次的 主要的体会 就是 无菜不冷 无酒不酸 这是中国人的角度 这个爱卿是对法国很有兴趣的 而且法国的留学生啊 是不是 还有 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 就是莫延先生啊 在宣布他获得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 就有媒体的人问说 莫延先生您已经好像有这么高的地位了 是不是考虑移民到欧洲去 莫延的回答太简单 他第一句话 那吃不行啊 能吃啊 吃不行 还有呢 我们国家的一位高级的老领导 他写的文章里头啊 而且这是印到文章里头去了 说我到法国去访问 法国人呢 非得让我比较啊 中餐与法餐的区别 我说不必谈这个话题了 但是一定要让我谈 我只好说按我们中国人的观点 你们的法国菜是还没有做成的菜 这是国家的高级领导人 法国人会不会觉得是被冒犯的 我到现在位置还没发现 您要是培养俩籍也许 不能培养这么多 他们两个中法的确是两个 就世界上可能公认的两大菜系 但是我要替中国菜打抱一个不平 就是说中国菜我们说了这么多 才是多样化进到美国 但是始终中餐在美国的形象 至少是一个你知道是一个take out 就是打包的便当的形象 对他始终那个价钱就很低 那个形象就是快餐的形象 所以现在其实才到了一个多样化的地方 就是他这个trailing写的这个 还真的价钱特别高的 就高档的没有到那个地步呢 他们现在都玩什么西餐 都玩什么分子大餐 你不要 他是真是西餐的那种做法 他是以什么分析 比如说各个最新鲜的植物 然后分子结构怎么最有营养 然后最后摆出来那份 你去纽约吃最高档的 真是宰人的那个 人是说这就是百分之一的 零点一的人吃的那菜 一餐就多少几千美金的 什么那种的 你不当然不是一个人了 一个人比如三百 这是这很正常的 就在有九什么 他那个餐都是一点点 然后里边的结构怎么样 然后做的像一个艺术品一样 就中餐没有争到这个 还没有到这个地位 我觉得都有 其实中餐就我 我自认还是一个口味比较杂的 我喜欢吃各种菜 包括我说的犹太人那个菜 我们就是 Bagels and Lux 您知道这种全冷的 它自有一种风味 但是说丰富 说研究的那种特别的各种搭配 真的中餐 我觉得是一句 你你觉得这个 你比如说我 我我觉得法餐 我喜欢墨西哥餐 我也喜欢 就是实际上我吃过的大部分外国菜 我都能知道它是好吃的 但是唯有一种 比如说是某些阿拉伯的菜 我吃的就是那个色 那个我就没有觉得是好吃 那我就觉得 中国菜的这种味道 这种香啊 它跟法国菜讲究的香型 确实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那么西方人的胃口和舌头 从根本上说 他能觉得这碗好吃吗 我觉得他在开拓中 他更近法国 你看那些黄油啊什么奶酪 这不是他们的 你就就类似于你 比如中国的这个 比如中国古画 中国的画 对吧 除了极少数汉学家 他进银较身之外 就 我也奇怪 这西方人 他这个味觉 不 他有几样啊 还是受欢迎的 就刚才他说的 有什么甜酸肉啊 对 古老肉 包括你说春卷 他也还是受欢迎 对 酸辣汤 他也还是接受的 对 反正有几样菜 他还是接受 但真正对中国的 这个膳食的了解呀 也还离得很远 就像中国人认为 这西方快餐 就是代表西餐一样 对 我80年的时候 在美国啊 我看电视啊 他是 这个他的就是 一个等于座谈吧 他们老百姓 像投票似的 他们认为啊 世界最好的饭 是法国餐 然后第二名呢 得票的多的是 意大利餐 第三名是中国餐 所以那个对中国餐 那也算排的很高 但要从经营上啊 剑英说的完全正确 在美国尤其是这样 从经营上说 那个中国餐的 连日餐 韩餐那个牛气都没有 都没有 没有 墨西哥餐 印度餐 印度餐 我并不认为他最好 但是呢 他也很牛啊 对啊 对啊 我觉得文涛那个意思 我倒觉得也有道理 我那么一想 他这个根本上这种味觉 就跟你的生理 训练出来的 有关系 习惯的 我们这个地理 就出了这么一种味觉 我觉得中国人 你说我们很多什么山寨 没原创 我觉得中餐真是原创 我们真的根本不抄外国 而且外外 西餐一到这 全变成中国话 就给你融了 但是这个味觉 跟他们可能真有点不同 就在于我们更轻 我觉得啊 就是说就跟中国话一样 因为我也不是美食家 是吧 我自己就有一个比较 这个我吃法餐啊 我觉得人有一个嗅觉 有一个味觉 对 我老觉得我吃法餐 我为什么喜欢呢 他不但满足这个味觉 他好像放了大量的 这个香的东西 就是我吃法餐 我只觉得这个鼻子里也香 就整个脑袋被一层香味 蒙着 就是那个香气 它是那么一种香 中国的很多菜啊 吃的是香啊 闻的甚至有可能是臭的 你看中国的有些菜 你闻那个就是嗅觉 你闻这个味儿 它未必是香 但味觉是特别 我您说酒更明显呢 对 那洋酒 它那颜色 对 还有那个嗅觉 哎 是不是 这个中餐的酒啊 主要是放在舌尖尖上的 这个 咱们这个是味觉特别 所以咱们呢 把吃的说成是舌尖上的中国 咱就不考虑鼻尖 哎 您这说的好 好眼光 你比如说咱那炉主 那样外国人 他这鼻子 他闻大肠 好 这样这一项 哎 但是他吃到嘴里 像咱那臭豆腐 他都满足这个胃 可是他也 他的气色很臭啊 但是他也有 也有接受的 对 像那顾斌呢 德国喊学家 对二国头 对茅台已经 他已经 已经是不能够 不能够离 不离不离不弃了 对对对 这说明人是可以开发的 可以开发 可以 我随回到你 原来你说怎么这个语境 是到底是应该说的人 或者写的人 更注意还是听的人 对 我觉得啊 就是说 这是个重要问题 主要是 说的人固然要注意到 这个语境 可是听的人 要想到自己的有限 比如你要更 更注意开拓 你的面 你的新的信息 就像我们吃餐 你要是从小 一直在中国吃 你当然会觉得 所有的其他菜 全是不上档次的 全是乱菜 对吧 但是你如果出去吃一吃 你可能再下结论 你就不会这么 简单粗暴了 你可能听了 别人在说 他的菜的好的时候 你也就不会觉得 哎呀 他 而且我从您的问题 想到了一个更加高大上的问题 我觉得这才真是一个 全世界的问题 就是说现在啊 越来越多元化 多个族群 但是呢 这个互联网又使得什么 过去啊 这拨人里头说的话 那拨人是听不到的 现在经常发生一些 很诡异的情况 不该这拨人听到的话 全世界都听到 最不应该听到的 他听到 他听了 最应该听到 他没听到 所以我就说 这东西很多时候 冒犯啊 频频的发生 你就比如 甚至引发恐怖袭击 你比如法国那个查理周刊 这个幽默 但是你可能给不该看到的人 他就知道了 那您觉得 您觉得这是应该是 说话的人注意 还是听音的人注意 说话的人呢 有一种啊 他这个心理 不是一天两天的 那中国这个问题呢 还是因为 这一二百年以来啊 他有一种屈辱的经验 非常多 这种屈辱的经验 多了呢 他就容易 老觉得别人看不起他 所以有一次 在全国政协大会上 我都 我都发言里的 我都提到 我说中国已经不是 一个屈辱的国家 我们不能够 老用一个受气的 小媳妇的心态 来想别人说的话 他说的话 你可以说 我也可以说 如果你可以讽刺我 很简单 我也讽刺你两句就完了 对 要讽刺起来 中国人怕 说中国人处谁啊 中国人牙间嘴利的 就是 就是 就是一个王猛 就足够讽刺他们一阵子了 互相都 王猛不去 郭德冈都行 我告诉你 你讽刺两下就得了嘛 这有什么呀 对 互相都别太弱了 郭德冈了 略略 略略透露了某种 不敬 那很简单 我也透露两句 是不是 对 谁怕谁呀 是不是 东风吹 战鼓雷 现在世界 谁怕谁 这转过来说 是不是就是 您说的更深一层 就是说 可能你要 有意识 去除自己的弱势心态 是 可是这个说的一方 是不是也应该敏感到 如果你处在强势的时候 那你就不要开弱势 弱势人的玩笑 简单的说呀 这个幽默呀 往往是这样 强势的人呢 敢跟弱势的人幽默 弱势的人不敢跟强势的人幽默 比如您是领导 您是大官 绝对 我是您手下一个胡长 对 科长 科员 对 我能到这 我跟您斗吗 对 可是你敢跟我斗 可是你斗的要过了呢 我 我 我浑身发谋 我起鸡皮疙瘩 没错 这是规律 而且强者去过度的讽刺弱者 实际上是没风度的一件事 所以强者需要更加的有这个体贴 体贴的这个心思 这方面 王老就 讲平话就说 他是贯通人 说话能说到这个 谁都 我也有得罪人的时候 也有得罪人 不该说的话 说了的时候 没法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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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